在聖靈的能力中,為人討過得意志 為何有用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看到有人不舒服 經常會有的 但很多人會說,找牧師祈禱 但其實我們曾經訓練過很多人 他們見到周圍的人不舒服、有病 為他們祈禱,他們很驚訝 居然那個人是得意志或改善 這是一個很好的傳呼吸機會 我們希望大家也有信心 如何進入聖靈的運作 聖靈的運作可以說是很簡單 亦可以說是很困難 簡單是甚麼呢? 你有信心、放心、輕輕鬆鬆 你便會見到神職醫治 但也困難是因為學習靈的討過 或者是信心 其實你的心很相信 但不像我迫自己相信 我放心,神一定會做事的 是你的工作 不是我的工作 我放心 這樣的時候 反而神能夠做更大的工作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一個 以前有的影片 可能網上都會找到的 就是 十字架 有十字架 在中國 說到有很多地方 他們很困難 他們全部受迫不阿限制 但很多人有信心 他們說 很多神職歧視 很多醫治 當他們困難的時候 他們祈禱就會見到很多醫治 我自己第一次為人祈禱得醫治 我都很驚訝 我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 真的可以祈禱得醫治 就是一次 我經歷四年之後 1998年 有一個教會請我去講道 那時候我也是初經歷的 我跟傳導人說 我有這個經歷 我想為你教徒祈禱好嗎 他們說好 看看誰願意 就進入房間 結束之後 進入房間裡祈禱 那時候 我還未懂得叫他們 站在那裡 就這樣逐個按手 按手 按手完 我就問他們 你們有沒有任何經歷 有個婆婆跳起來 她說 我腰骨痛得好 另一個婆婆跳起來 我肩膀痛得好 這是我很驚訝的發言 就是明天 試圖他們能夠行神職歧視 今天我們都可以 在那時候 開始之後 就很多次經歷神職歧視的醫治 這是很大的恩典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 左邊就是阿蘇薩佳 在美國羅省 在1906年 就有一個大復興爆發 就是一個黑人的 當時對黑人仍然有很多歧視 他們在讀神學的時候 那個老師讓他坐在門口 開著門給他聽 但其實他不能進入房間 因為當時他仍然有歧視 他不能進入房間上課 他坐在外面上課 後來他回到羅省的時候 他有教會聘請他 後來他就說到聖年充滿 以及說到謊言這件事 他們教會有些人 就不太接受他 然後他就在另一個地方 就租了一個地方 就開始有聚會 就很多人得意志 很多經歷神職歧視 然後越做越大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走去 就是這個黑人牧師 開始 不是這個牧師 不是這個牧師 這個是一個病人 中間那個是一個病人 白頭髮的病人 他是有肺癢 也好起來 在阿蘇撒街的屋裡 有很多神職歧視 有很多更新 然後很多人就出去 自己成為宣教士 亦都成立不同的宗派 有神召會 還有其他不同的宗派 這個就是五秦宗的復興 後來的復興 在1960年代左右 那些就是靈恩派 那時候初頭那些就是五秦宗的 左手邊這一個 就是我為他祈禱的一個姊妹 我在宣教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我坐火車很久 很遠路來這裡 因為聽到這個人有特別的罪話 我就是故意來的 他就是有乳癌 還有他的胸部是痛的 他說我坐車來一直痛 而且已經痛了一個多月了 病情去到會痛 他就很放鬆 我叫他放鬆 相信神愛你 輕輕鬆鬆 跟著跳舞 呼叫耶穌 他真的這樣做 其實一套開始起落 很大聲地笑 笑完之後 他說 我現在不痛 我就已經在網上放了這個見證 你想找乳癌耶穆斯 你會看到這個見證 然後他回到鄉下 他又見過一個醫生 醫生跟他檢查 他說他癌症沒有了 這就是我其中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神職的醫治 第二就是左手邊的姊妹 首先我們看看 到底什麼引致有疾病 第一就是憂傷 憂傷的靈時骨灰光 因為這個世代很多人都很煩惱 很重淡很大壓力 於是很容易有疾病 第二就是疏遠神 因為神和神的關係有問題 因為神是恩典的來源 很多人都認為 我不信耶穌都可以 但其實不信耶穌 或者不愛耶穌都可以 其實這個觀念是很錯的 因為我們知道有這個真神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什麼都是依賴祂的 什麼都是本於祂 從祂而得力的 所有的人 什麼人我們的生命都是本於祂 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說 我沒有信耶穌 但他也很OK 他說他也很OK 他OK只是外面的OK 但他裡面是會有情緒 或者各樣的問題 罪的問題 而我們想得到神的祝福 很重要就是我們和神的關係 就是說 和神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就是當人在罪中的時候 他就會遭遇更淒涼的事 在他生命中發生 所以我們如果生命中有很多問題 你就問問自己 我在什麼地方有破口 我和神的關係有什麼破口 以及被魔鬼留地步 這個經文解釋到 被魔鬼留地步是什麼意思 在伊佛所書四章二十六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生氣卻不要犯罪 不可含露到日落 也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從前偷視的不要再偷 總要努力 親手做正經事 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這裡說到不可吸魔鬼留地步 我們要知道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看上下文 上下文說什麼呢 生氣卻不要犯罪 先說到義勞 義勞是神 因為他完全出於公義 而因為人的罪而發的義勞 那麼基督徒會不會有義勞 是會有的 不過基督徒很多時候 會加上自己的罪 在裡面 自己對人的怨恨 對人的不滿 也會同時發出來 所以人的義勞是會混合的 所以寶洛提醒 如果真的發怒的時候 雖然那個人是不對的 但是不要在發怒的過程上犯罪 不要陷入到日落 一邊的怒氣 一邊的怒氣 我們看到一件事不對的時候 我們會有怒氣 但是不容許他繼續控制我們 我們就會去分辨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我怎麼可以處理 如果人的問題 我需要背在身上 我需要因為他而一路發怒呢 那麼我們就處理 即是說 這個起初的反應和之後的反應 我們可以 起初的反應是一個自然的反應 但是之後我們怎樣管理 就會令我們脫離這些 就是我們罪的影響 我們情緒的影響 好了 即是說 發怒的時候 不要犯罪 以及盡快去處理 讓我們不要陷入到日落 接著就說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要有同前偷竊的 就不要再偷了 總要努力 親手做正經事 就可以有餘分級 就說到不要偷東西了 上下文都是說到不要犯罪 一個就不要陷入到日落 一個就不要偷東西 做回你正當做的事 然後中間就說到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所以這個 讓魔鬼留地步的意思 應該就是說到犯罪 即是在最終 就會讓魔鬼留地步 就會讓魔鬼有機會去攻擊我們 好了 另外就是 很多人的身體無病 亦都因為睡覺不好 睡覺不好因為情緒 事經說 老的人不拘 不拘 吃多吃少睡得香甜 富足人的風滿 卻不用他睡覺 即是 老的人 吃多吃少 他都睡得好 因為他用了很多體力 很累了 但是富足人 他很多 但反而睡不到 因為現代人有很多煩惱 又和 不能夠平靜 被很多影響 所以睡覺有問題 而睡覺有問題的時候 就影響了整個人 以前的人就努力 我們沒有努力 可以運動 但事實上很多人 不喜歡運動 他們覺得很辛苦 其實運動有兩類 一類真的是純運動 跑步 練跑步機 練機器 那些就是純運動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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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是純運動 那些都有樂趣的 例如有些人跑步 會跑上癮 我就不太明白 我也有跑步 不過我還未曾上癮 但我會告訴大家 如果跑步那些你做不到 打球是有興趣的 運動得來有興趣 不過很多人覺得很難 其實你找人教一下 我也願意教一下你 可以學一下 那你就以後容易 不過打球也是容易傷 但醫生說 你不打更傷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身體還會一路退化 退化之後 你就會越來越多問題 雖然打球是會傷 但你做對的動作 你就可以減少傷 這就是我們運動 睡眠也是對我們非常重要 而且邪靈可以帶來疾病 但不是所有疾病都是來自邪靈的 在馬虎福音九章 對不起 馬虎福音九章25節 講到龍啞的鬼 耶穌斥責龍啞的鬼 然後那個人就不再龍啞了 馬太17章15節 他說我兒子患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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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然後我小孩子就好了 這些情況有時有邪靈,引致人有疾病 亦有時因為人整個生命敗壞 譬如家裡有很多憤怒、奸淫、罪惡 很多打、鬧的時候 在心中有很多職員 這樣的家庭很容易被魔鬼留地 亦有時因為身體遺傳 各樣的問題 可以整個家族也有很多人有病 這也是我們有時會看到的情況 另外就是不健康的食物 實在這個世界上太多 我想說是有些人不認同 但其實現在的研究 也有很多證實,就是疼憤 尤其是加工的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本身也不是我們必定要吃的 很多人認為不是 一定要吃碳水化合物 因為通常認為它是其中幾大類的食物之一 但碳水化合物也有兩類 一類是自然的碳水化合物 尤其是有很多纖維 譬如菜是有碳水化合物 但因為很多纖維的消化就會很慢 但甚麼是加工或精緻的碳水化合物 就是它是像麵粉 它將它所有的纖維已經取消 所以剩下的粉 一吃的時候就會很快吸收 或是糖或甜品 那些食物我們一吃的身體 即時就會馬上釋放糖分在血裏 而糖分在血裏 有兩種 一種是葡萄糖 全身都可以用糖分 但有另一種糖就是菇萄糖 而普通的糖就是菇萄糖加菇萄糖 只能夠肝臟吸收 而當我們有糖分的時候 身體就要出胰肚素 將它放在細胞裡才能吸收 是需要胰肚素 當你吃了糖、飯、麵粉、麵包 你就一定會出胰肚素 但胰肚素原來對人是有害的 我們一定需要的 但一直長期有胰肚素會有害 為什麼會有害呢? 有些人有先天性的糖尿病 他們本身沒有胰肚素 他們就打針 打在哪裏呢? 肚腩或者大腿 他自己打而已 因為不能每次找護士 每天都要打 他會發覺整個肥肉會生出來 在網上找到可以找到 好像女人的胸部 在肚子上生在肚子上 生在大腿上 真的很肉酸 整個肥肉 原來胰肚素會生肥膏 還有很多疾病 高血壓、糖尿病 還有血管織的淡固醇 很多人以為是肥的造成 其實是糖尿病 令到他有這個情況 如果不是因為糖尿病 他不會有膽固醇 即是膽固醇 積在血管上 還有皮膚發炎 譬如是MS 還有一個是脂肪肝 原來很多病都是因為吃了糖尿病 但如果用完 用完也不錯 譬如你吃了這麼多 用得完是不錯的 但通常是用不完 就會積聚 在肝上有脂肪 慢慢變成纖維 其實我們能量可以由 碳水化合物 可以由脂肪 也可以由蛋白質來的 如果一個人吃菜 本身也會有碳水化合物 然後吃魚、肉 其實他有足夠的能量 他不一定要吃飯、麵、粉 尤其是甜品 那些就會造成身體肥 膽固醇 各樣的問題 大家可以去上網研究 其實有很多研究 說出原來炭水化合物 是可以造成身體的問題 也有很多人關節痛 都是因為炭水化合物 尤其最不好的就是甜品、麵包 因為那些是加工的食物 白飯也是很容易吸收的 所以就算紅米也不太好 紅米多了些營養 但一樣是很快吸收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吃 番薯也是營養 但它很甜 其實魚和肉類是比較好的 這些可能有不同的人看法 因為有些人說 你一定要吃碳水化合物 其實是在乎你的能量 我自己開始吃少 我又覺得沒事 我本身有低血糖 但是我吃少碳水化合物 我發現我的能量反而很足夠 這是我自己親身的經歷 但是你自己小心身體的情況 而積聚 淡固醇不一定是肥人 你不要以為肥人才有 瘦人也可以有 淡固醇可以在瘦人身上 味精是一種非常無益 只有害處的東西 什麼是氫化油 因為那些油是為了保存 能夠儲存 大部分的油都是用氫加進去 這些油對我們身體是非常有害的 所以我們應該用什麼呢 用橄欖油 因為很多植物油其實是不好的 尤其你出去吃飯一定有味精 一定有氫化油和一定有糖 所以很多醫生都會問你 你是不是經常出去吃飯 他就知道你身體的狀況 還有很多人有個誤解 一日多餐以為好一點 其實是不好的 為什麼呢 其實你越長時間 你不吃東西 身體就會燒了糖分 但是有些人又怎樣 餓又吃一點點 一日多餓又吃一點點 就整天保持 那個 胃度數在一個高的程度 那他身體就沒有機會收復 其實很多人說到 就是能夠 有些禁食的時候 對身體是更加好的 也會幫你燒了身體內的脂肪 有些膽固醇 還有癌症也是一樣的 原來癌症是要吃糖的 它是一定要靠糖分才能夠生存 如果你完全不吃糖分 它會餓死的 那些癌細胞 那你就是吃 魚、肉和菜 這樣它是可以餓死它的 好了 那會有些什麼問題呢 不健康的食物 糖尿病 血管心臟問題 脂肪肝、肝癌 低沉 會影響情緒 嚴症 整個身都容易發炎 皮膚問題 關節痛、痴肥、思想遲鈍 因為腦部也會積聚 一些不好的蛋白質 令它痴肥、遲鈍 和遲鈍慢慢變成了 老人痴癌症和癌症 主要是因為碳水化合物 因為在1970年代左右 有一個美國公佈的消息 說什麼呢 是吃肥 肥膏、肥肉 引致心臟病 其實它的研究是不齊全的 為什麼不齊全呢 它只是研究幾個國家 譬如美國 美國又吃很多肥 又吃很多糖 於是 這個國家很高 有些地方它又不吃肥 又不吃糖 所以它們又很好健康 它只是看幾個國家 但是看到所有國家都發現 不是所有吃肥的國家 吃肥肉的國家 都一定有這些心臟的問題 它們發現原來糖分 才是真正的殺手 但是我不是叫你們去吃肥肉 而是 你的肉本身有肥的 魚本身有肥的 還有那些鈍 是本身有肥的 裡面有脂肪 不要以為肥高的肥 是脂肪質 下面就是一些不好的食物 薯條 這些小腸 紅薄薄 好像很漂亮 大家有沒有試過煮豬肉 煮完是什麼顏色 是不是紅薄薄還是白色 白色 豬肉熟了是白色 不會紅薄薄 它加了什麼 Nitrite Nitrite是致癌的 但是 其實在美國曾經有人說 不准的事情 但是總之他們在鬥 說那個傷害不太大 其實引致癌症 有人說是15% 吃這些東西 有15%可以引致癌症 還有麵也是人造 但是最差的是即食麵 即食麵 因為它是用什麼呢 用氫化油炸它 然後對身體真的非常傷害 還有甜品 我不是說全部人不要吃所有的東西 不過你知道這些不好的東西 你吃少一點 有些人莫名其妙的情緒 這些都是很多時候因為食物 好了 另外一件事 這個世界我們都發覺有很多問題 就是塑膠在海洋裡 この圖和外面的位置 很多微粒 這塊塑膠 À不在海裡 沒有澆膠給油INE 卸放薯保湖 從前 diese衣光 大型下屋 很多動物都是這樣 這些死亡的動物都是在身體裡的傳播膠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膠 因為全世界都沒有生物是沒有膠的 不過有多還是少 吃多些植物,植物就不會吃掉膠 不過動物才會有膠 但水裡面會不會,我不知道 我沒有研究過 如果水有的話,植物也會有 但起碼植物會比較少 還有,順帶講一講 這個世界因為人們破壞環境、海洋 其中一個很大的破壞就是拖網 拖海底,一拖的時候 那些海底的海草全部拖死了 原來我們的空氣有很大部份氧氣是由海洋來的 當它破壞這些的時候 這個世界會越來越多餘氧化碳 越來越熱 現在熱的時候,珊瑚又死了 珊瑚就是有人拍攝 在幾個月之內,就變了白 它一直變死了 因為人們把海裡的魚捕捉了 以及殺鯨魚 鯨魚原來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它重要呢 因為有很多空氣的二氧化碳 就被植物吸收那些微植物 吸收了之後,鯨魚就吸收了很多 吸收了之後,將炭氣吸收到身體裡 由當它死的時候,沉澱在海底 即是將很多二氧化碳 它吃了之後再生 就會將很大量的二氧化碳 在空氣中除去 原來鯨有這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有很多國家 其中一個是日本 全世界已經立法,不可以殺鯨 但他們堅持用什麼原因呢 他們說是科學研究去殺鯨 而且他們會殺海豚 為什麼殺海豚呢 有人去研究,原來海豚吃很多魚 他們因為捉了很多魚 他們就殺海豚,讓魚更多 但其實他們越殺越多 有些人說到在這二、三十年 海裡的生物已經少得不得了 即將來珊瑚、絕跡、鯨魚、海豚等 很多魚都會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這個世界就會不平衡,越來越熱 所以有很大可能性 因為這些原因,很大可能 聖經的預言在這二、三十年仍然 這個世界變得很熱 進入這個末後的時代 這單是用科學的方法去看到 這個世界不會很長久 根據這個情況 這就是順便說 然後說到身體健康 多吃點菜 有些人只吃菜 只吃食物 但他們一定要懂得吃什麼 但其實肉和魚都可以的 就看你選擇,看你身體的情況 不要太甜的水果 堅果 譬如核桃,裡面有脂肪 牛油果也有脂肪 還未加工的魚和肉 什麼叫做還未加工呢? 即是你買在街市買回來的那些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一包包的 Turkey 肉 或者午餐肉 那些都是肉 那些呢 不要吃那些 因為飯是加工的 飯是加工,就放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未加工的魚和肉 雞蛋 其實裡面是有好的脂肪 膽固醇的 好的膽固醇 還有運動陽光 這都是重要的 只要你吃不吃脂肪 你自己去行留 自己去判斷 我只是告訴你 有很多人的研究 是發現是這樣的 但也有些人 他不能夠承受到 不吃碳水化合物 那你自己找一個平衡點 我們整個人照顧整個人 不要像左手邊的圖 什麼都吃 不是好的 或者情緒 運動、睡眠 這些都是對我們整個人好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有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照顧好 怎樣帶來身體的醫治呢 第一就是耶穌就是醫治者 《彼得前書2章24》一起讀 因他受的鞭傷 你們便得了醫治 因為耶穌受的鞭傷 如果大家看過一些影片 其中一套很強烈的就是 就是《The Passion》 《The Passion of Christ》 就是《壽難曲》 中文翻譯 這套電影是讓你看到 羅馬邊的傷害性的嚴重 耶穌受的鞭傷就是為了醫治我們 耶穌受的鞭傷 叫我們能夠奉耶穌名得到醫治 而且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就為我們預備 想都想不到的東西 當然這包括整個生命的發揮 因為愛神的生命不能夠發揮 但有些人說 有些人愛神也有很多病 但我們所知道的 例如蔡蘇娟 可能有些人不懂 幸林子 這些人都有很多病 但他們的生命是很榮耀神的 這就是在乎我們怎樣與神有關係 無論健康與不健康 神都可以祝福我們的生命 但最好當然求神給我們健康 也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以及整個心靈去愛慕神 心靈誠實去拜祂 因為父要者用的人拜祂 神父要尋找的人去敬拜祂 即是你用心靈整個心 神你真的有很多不得了 神說我真的喜歡你 我真的歡喜你 我真的需要你 我拔緊你 你時時都這樣祈禱的時候 神是會很歡喜的 你不只是祈求 是整個思想意志感情 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整個意志我跟著耶穌 整個感情我喜歡耶穌 我喜歡耶穌超過一切 以及整個靈去喜歡神 你就算做不到 你用一些時間專心 多謝天父 天父你真好 最簡單的方法 你想想你喜歡吃的食物 神你真好做這麼好的食物 你也想想我們多少次不聽話 但神依然祝福我們 神我這麼多次不聽話 你都射臉我 你都感動我 你都帶領我 真的好 你給我一個機會認識 你真的好 有任何的經歷 我們都感謝神 你時時有這個感激神的心 你慢慢就會越來越經歷到聖靈的工作 我曾經去過一些傳統的教會 有些人告訴我 他們多祈禱 他們就經歷到那種能力 有些人說 我祈禱過在裡面震出來 不是怕那種震 而是聖靈的能力震動 神是用讚美做祂的居所 或者祂的寶座 神住在我們讚美之中 當你讚美祂的時候 每天都讚美 神就住在你的地方 像宋上節 祈禱為人治病的地方 那些人覺得有燕魂在這裡 感受到神的同在 就是神住在這個地方 以耶和為樂 經常都想到神多好 我希望大家都說 神真是好 真是喜歡神 多謝天護 這些就會帶來身體的祝福 帶來身體的醫治 更健康有力量 越走神的路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已經將近七十歲了 但是神給我 肌肉依然很緊張 思想很敏銳 經常都不累 經常有力量 經常幫人寫東西 這是神賜給我 就是我心裡依靠神 神就為我預備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一路有健康有力量 能夠走在神的路 以神為樂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神就叫你成交在地的高處 能夠去到一個高的層次 那是時候我可以趕斜靈作 這個人呢 就是我想曾經在那個聚會 近來的聚會 很多人都在那個聚會圍圈 我逐個逐個祈禱 去到他的時候 下日的時候 時我stag ballot 一旦很短,几秒钟,他立刻硬了 我立刻抓住他,知道他有斜铃 然后祈祷,他两个手都硬了 你上网找可以找到这个影片 不过这个可能在恩赐牧师那里 你去恩赐牧师那里会看到 后来他就肯悔改,肯听话 最后他说,我肯将生命献给主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看到天上有手掌拍手 他就看到有三个天使在那里拍掌 他就很喜乐 我在影片里也有说到这个人 邪灵也是令人有健康问题 有些人常常都眼睡,常常都累 有时是身体问题,有时是邪灵的影响 有时不一定是邪灵附体 而是他被邪灵影响他的人 我们时时被圣灵充满,也会叫我们得医治 更加有健康,更加有力量 长期被圣灵充满,就是时时对付罪 烦恼,跟人关系不好,一定要处理 不可以留垃圾在那里 某个人跟你有严厉 如何都会和他化解 如何都善待他 看到他有微笑招呼 善待他,有机会就和他说些问题去处理 这就会令我们不受人影响,什么情绪我们都处理 相信圣经就是最超级的天书 中国人说什么天书都没有真正的作用 但是圣经真的含有很多的应许 你跟着他去做,你一定蒙福 同时有伤心,祈亲土,相信神一定喜欢我的 大家祈祷是否这样想 因为祈祷,神也没有用 我自己一祈祷就是这样 立刻说,神也很欢喜我,多谢天父 不是说我们随意生活,神就欢喜 而我们爱神,就算你爱得不够,神也欢喜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有个人形容 有一个很熟悉的人 他说,我要看看他如何灵修 他就躲在房间里,由那个人灵修 一段时间,最后这个人就说 父父之类的说话 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个人会称呼阿爸父 但我就有一个想法 为什么他不是开始是这样的呢? 为什么要灵修一段时间 看圣经,看完祈祷 原来你是阿爸父 阿爸父,最后我应该开始 阿爸父,我又来了,多谢耶稣 有这种信心 神根本很喜欢我们的圣经 但很多人在律法之下 我说,我不够好,我要悔改 悔改,悔改,悔改 我们要悔改,是要悔改 但你不是要 你要黑苦几身,神才来你那里 你就说,我一悔改,神就欢喜了 但不是代表我们轻忽我们的罪 轻看的罪 我们一定要知道罪是严重 但当我真心知道罪不好 我争吓这些罪 神就欢喜了 我一亲近神,真心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锁示 我希望大家一开始祈祷 多谢耶稣,耶稣教我欢喜我 多谢主,多谢主,感谢主,多谢主 当然,如果你一直在罪中 你一定要悔改 你不能说,你一直在犯罪 多谢主,多谢主 神就喜欢我 不是这样的 而是真心悔改 你尝试去改 神就欢喜了 你就算还没有改 我正在改 神就欢喜了 所以这个就是信心 我相信神很欢喜 亲近我 祂一定想祝福我 这个观念 我希望大家入心 所有服侍的人 我都希望你能够深信 你才能够真正服侍人 就是经常祈祷相信 神很欢喜 我们亲近祂和遵从祂的人 以及长时间祷告 用心灵 经常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尤其是当你学到灵的祷告 你一祈祷 就发觉有能力在你身上 经过 现在有平安 兴散 那么你越进入 你越有经历 我们集体的时候 祈祷的时候 你投入 你有这个经历 你立刻保持 揭力保持 你就会慢慢进入 也在祈祷的时候 放松一点 兴散一点 多谢耶稣 兴散一点 感谢耶稣 以及全心遵从神 尤其是大使命 祂传福音 去救人 带领他们 遵从耶稣所吩咐 处理生命 所有的罪 以及按手祈祷 和圣灵充满的聚会 是有帮助的 但不是最终解决的 我们也说过 Kathryn Kuhlman 就是她真的很喜欢神 很喜欢圣灵 跟她有很亲密的关系 我们也说过 Robert Slyarden 就是看着她在聚会 她在祈祷的时候 然后开始 说到有些人得意志的时候 她看着这个修女 她的手本来卷曲的 一路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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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Robert Slyarden 亲眼看到她 得意志的一个情景 就是她觉得 她真的没有见过 另一个报道家 有这种恩赐 就是她和神 有很密切的关系 安卡尼 也是一个生意的人 她不是做牧师 她就是经历圣灵之后 她就有这个心 去帮人 联敏人 神就大大使用她 带来很多的医治 她经常说到联敏 好了 我们为人其道的医治 的过程 第一 辅导 聆听她 关心她 帮她处理神 和神的关系 以及生命中的任何问题 第一件事 譬如她和神 觉得神很远 觉得神对她不好 她有些生怒神 有些埋怨神 我们一定要处理 我们首先要处理自己 还有生命中有什么问题 有些烦恼 有些不开心 有些怒气 情绪 都处理 第二 让她知道神很爱她 和很想和她 建立心的关系 凡事祝福她 神很想 看到你便会欢喜 看到你改变她便会欢喜 她便很喜欢祝福你 第三 带她轻松喜乐 爱慕神和享受神的祈祷 就叫她越来越被圣灵充满 就是 轻松轻松 感谢耶稣 耶稣一定欢喜 多谢耶稣 我今早去一个教会 我又带她们去祈祷 经历神 很多人都未按手 便已经经历到圣灵的临灾 然后我又为了一些人按手 他们便很感动 互相操练祈祷 很多人都经历到圣灵的临灾 就是原来越兴散 有信心 相信神一定祝福 是会越来越多的经历 我去这个教会 其实他们不是那么多按手祈祷 但他们是接受的 不是那么多的 但是依然这个教会 也有那么多的经历 然后第四 就是如果你的灵里面是清潔 可以为他们按手祈祷 如果大家没有 虽然我们在聚会 我们会说 有些服侍队 会为你按手祈祷 这是最会的过程 但是如果操练 如果你发现自己里面也没有邪灵 你可以为对方按手祈祷 因为万一有什么人有 你可以找我 我帮你清理 我们帮你清理 其实你处理生命 是不需要害怕的 你可以放心按手祈祷 为人按手祈祷 首先自己爱慕神 感受到圣灵的林在先按手 祈祷之后就问他 有没有任何经历或感受 如果有的时候 就告诉他 你经历到神的祝福和医治 安慰你的心 你就感谢神 你感谢神 神就欢喜了 越感谢神越欢喜 你也可以鼓励祂作见证 去荣耀神 让祂整个生命愿意跟从神 这个过程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 如何帮祂投入 我们自己投入 这可能是一步步需要我们进步的 第六 如果对方有邪灵 就要帮祂处理生命和清理邪灵 说邪灵一定需要先处理生命 第七 告诉你 神一定祝福爱他的人 他每天之后如何爱神 亲近神 以神为乐 遵从神 神就可以祝福和医治他 很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生命 如果你每天都在烦恼 你没有可能有健康的生命 你一定会有不同的隐藏疾病 所以尽量保持自己一个喜乐的状态 但是很多人就说 我还有很多问题 那些问题永远都有 问题是不会每天都没有完 有些是我自己的问题 那你总之靠主改善就可以了 你总之改善 我仍然有问题 但是我靠主改善 我有改善我就会欢喜 这就是正面的思想 就是说 就算我没有好了 总之我尝试改善 神就欢喜 我也欢喜 那你就选择开心 而不是看着那些问题 然后呢 人家也有问题 那些更加不用拿上身了 他有问题 是他的事 我不用放在心上 不用介意的 不死得的 他不会拿走神的恩典 我每天都说 感谢神 我一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我希望大家都时时这样做 就是说 你除了专心祈祷的时间 你一路走路搭车 一路去洗手间 一路煮饭洗碗 整天都在说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你都可以用我的祈祷录音 跟着他一路播 或者一些其他的 帮你亲近神的诗歌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你会发觉整个人的身体 会更加健康 更加有力量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到 首先呢 我们就会一起祈祷 然后给大家两个操练 如何操练呢 你可以问一下对方 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然后呢 你就跟他祈祷 大家投入 那你想祈祷得医治 可能有时不是一下子 短的祈祷 可能你投入些 大家两个一起 爱慕神 然后呢 祈祷的时候 你有没有经历任何的事情 有没有觉得好些 那就好了 感谢神人 神真是因为我们祈祷 如果大家中间有些 已经有些不舒服的 你就留意 一会儿在过程中 有没有改善 OK 好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还有一个一点 最后说 接受有事 不必医治 不需要有压力 圣经也有说 保罗在加勒太书里说 他说 知道我第一次传呼吸你们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他自己也有病 提摩太 因为你胃口不清 屡次患病 不要照常喝水 可以稍微喝点酒 以巴弗提 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 他和保罗在一起 特罗菲摩病了 我就留他在米尼都 保罗和他三个同工都试过有病 所以 圣灵充满 不担保没有病 亦我们为人祈祷 不担保一定得医治 但是 越亲近神 他可以越轻散舒服 和改善 就算我们有病 我们都说 不要紧 有神照顾我 不要紧 我希望大家有这种心态 有病好 没有病好 我都一样依靠神 我都亲近神 这一点是很多人都比较难接受的 为何有些人不得医治呢 我们不去问 你到天堂 你会知道 但我们现在可以尽量做 我们就尽量去处理我们的生命 好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 我们一起来到前面 一起去到亲近神 一起求入 爱神 享受神 尽量我们便可以尽量一个 好 便宜 耶稣祢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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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耶稣耶稣 求主給我一個興奮的心 有神萬事足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耶稣 主耶稣真奇妙 哈利路亞有些興奮開心 主耶稣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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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我救主 真奇妙 哈哈哈 眼神見 一瞬天 清楚在聖經的命 主耶稣我救主 真奇妙 哈哈哈 主耶稣真奇妙 主耶稣真奇妙 主耶稣我救主 真奇妙 哈哈 眼神見 一瞬天 清楚在聖經的命 主耶稣我救主 真奇妙 哈哈 主耶稣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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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我救主 真奇妙 哈哈 眼神見 主耶稣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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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多謝耶稣 多謝耶稣 呢 主耶稣可能很自由 非常自由 大家也不要介意 天堂一定なる 我們都會很開心 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 我欢喜祢 耶稣 我欢喜祢 耶稣 释放我的灵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见败祢 把重灯吹出来 释放我的灵 使我能见败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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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我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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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著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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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贊我 如想一次期清醒 善著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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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